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实验开始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每根线的作用 这是两线风扇 虽然不是CPU专用 但是线续和用法是一样的 从背面的明牌看到工作电压是直流12V 从左上到右下依次是电源负极 电源正极 通电后全速转动 不能调速 虽然容易控制 但是电脑无法知道风扇的状态和转速 更谈不上根据CPU的温度调节转速 如果风扇坏了 不能转动 电脑也无法做出高温预警 这是12V的四线CPU风扇 三线的一时找不到 它除了多一根调速线以外 其他的和三线一样 从左上到右下依次是电源负极 电源正极 转速输出 通电后全速转动 仍然不能调速 可是转速输出线能告诉电脑风扇的状态和转速 虽然还是不能调速 但是可以在风扇坏了 不转了 发出高温预警 这是另一个四线CPU风扇的插头 和刚才那个四线的是一样的 虽然线的颜色有些不同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从左上到右下依次是电源负极 电源正极 转速输出 调速输入 通电后全速转动 可以调速 转速用方波的正脉宽控制 频率固定 正脉宽的占空比越大 转速越大 风扇的调速线内部有上拉电阻 无控制信号时 占空比默认为百分之百 当把调速线强制接到电源负极时 占空比强制为百分之零 这时 风扇的转速会大幅度下降 注意听 转速的变化 在这个四线CPU风扇的线速上 拨开了少量的线皮 作为试拨器的测量点 探头地线接电源负极 探头接调速线和转速线 这个画面 观察CPU风扇的运转情况 这个画面 观察风扇的转速和CPU的温度 这是电脑输出的调速迈宽信号 频率是23.6千赫兹 这是风扇输出的转速信号 频率越高 代表转速越高 把信息综合在一个屏幕上 进行第一个实验 移除风扇 风扇移除后CPU温度升高 调速迈宽增加 转速提高 增加散热 还原风扇后CPU温度下降 调速迈宽减少 转速降低 减少散热 进行第二个实验 温度压力测试 启动程序 和前面一样 温度升高 脉宽增加 转速提高 程序停止 温度降低 脉宽减少 转速下降 实验时间很长 用了快进 没看清楚的朋友 可以在全屏模式用慢速播放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机电匠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